我们注意到日前司首相拉塞尔·德拉米尼串访台湾 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不容挑战对于司首相串台 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 司台所谓的邦交五十六年来 司人民始终没有获得多少实惠 司国家建设也没有实现多大发展 相信司人民心中有感称 第二 今年台湾地区选举后 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近期 脑五与中国复交 台所谓的邦交国只剩下十二了 司少数当权者逆潮流而动 与台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 不得人心 注定不会持久 我们相信 司维斯兰人民会看清台独的真实面目 认清司台畸形金钱外交的危害 我们奉劝司维斯兰少数当权者 证实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不要自欺欺人 蓄意破坏 一个中国原则 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早日迷途知返